民进党学大会上个周末登场 结果我们看到了党内派系大洗牌 在会前赖总统赖主席还高喊合作要团结 结果中常委席次一开出来 民众欧一遍 为什么 挺赖席次只剩六席维持脆弱领先 赖总统在党内还能一言九鼎吗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两个女人的名字 恐怕是她最最最不想听到的 是陈廷飞 是郑文燦的人马 吕林小凤 他们怎么打乱了赖清德的布局 好 今天要给大家报警的观众朋友 因为民进党的权大会 昨天权力核心改组 我先跟观众朋友报告 这个权力核心实习的中常委 将两年的任期 所以两年以后 现在是2024年7月对不对 到2026年 那一年是干什么 要选县市长 对 所以2026年的提名的规则 到底要征召还是初选 还是另有办法 就是这个权力核心 所以就中不重要 那既然重要 在上礼拜我们的报新闻 都已经跟大家 这个非常简单的扼要的跟大家说 林俊县王定宇肯定当中常委 所以陈廷飞也要当 那因为他也要当 却被郑国会劝退的情况之下之后 我那干脆即使被郑国会开除 我都要继续选到底 对不对 结果呢 来 观众朋友 看一下陈廷飞的表情 好不好 全都散起来了 很振奋 抽到三号有够散 我抽到他抖不住 挡不住的陈廷飞 来 观众朋友 导播放这个画面 一抽出你看 哈哈 不是四号 三号 因为他抽到三号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他当选了中常委 因为有四个中常委 居然是两票 谁的整脸变导灰 导播没有带画面 那个人叫做赖清德主席 因为我新潮流 新潮流每一次都三席 结果观众朋友 就这么的破天荒 这次的全场会 持有两席 来 观众朋友 因为你很难了解 什么新系书记 新潮绿色有联合 对不对 那我们报新闻 这我做的图 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看好不好 来 我先问教授哥一件事 好 你知道赖清德喜欢什么颜色吗 不知道 他喜欢紫色 紫色 他的总统辩论会 520就职典礼 他都带紫色 所以我们就用紫色代表赖清德 好 所以这次实习就在这里 一个口诀跟大家讲 叫新潮流 正有绿火水 好记 绿色的火水涌出来 正在涌出来 什么意思 来 先讲新潮流 新潮流就是两席 因为林俊宪跟邱志伟 他们最后 各有三票的中职位 观众朋友 因为民进党的全代会 要选30个中职位 39个人参选 9个人被刷掉 卓冠廷意外被刷掉 所以他连投帖轮 这个都没有 所以郑国就肯定 不可能有两席 因为这会本来只有五席 刷掉卓冠廷 更没有了 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30期的中职位 只要一个人有三票 就会当中常委 新潮流 没有问题 2026我就话语权了 那你应该9票开出来 就已经有三期了 为什么韦汉这边 只有写两期 因为林一锦 林一锦只有两票的中职位 因为他其中的一票 来 先倒过来给大家看 因为其中一票出问题了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这30个人 在第一轮选完了中职位以后 第二轮投票 三期的中职位 选一个中常委 所以只要三票就可以 结果来 观众朋友注意看 这张选票 1号到30号 大家互选 这一票叫林一锦 很清楚在这里 他上面有没有盖了一个 就是投票的一个 一个戳记在这里 所以这个有这样配票 给他盖进去了 所以简单讲 这是林一锦那一票 结果林一锦那一票 居然在屡林小凤这个地方 又有齿文按捺 你已经盖票了 也不是说不小心途到 之前在立法院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我讲话 我要自己负责 身为一个政治记者 我只能告诉你 这张票 我的看法是投给林一锦 让故意盖在里林小凤 就这么简单 所以故意让他变废票 所以他变成废票以后 林一锦就只有两票中之位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在第一轮 就直接当中常委了 所以那就第二轮开始抽 那抽的话 有四个人要抽 来 观众朋友 在开始 四个人要抽 一个叫做苏志芬 因为他只有两票 一个叫陈廷飞 一个叫洪生汉 另外一个叫林一锦 结果四个人上去抽 他用号码抽 1234 抽到四号的人就拜拜 结果林一锦 来 导播现在给画面 林一锦一抽 他第二个抽 他一抽出来 我出事了 我抽到四号 所以林一锦被刷掉 所以新潮流 来 观众朋友回到这里 他只有两席 这个事情基本上 党主席 赖清德 我新潮流的几率非常分明 我军军严明 居然只能投出 两个中常委 但也因为这样 红杉安又要抽到 所以郑国会 也是属于青睞系 勇言会王定宇 青睞系 绿色有余连线 就是之前何志伟那个 钟佩玲是他大嫂 何立伟 他的哥哥的太太 那他也代表绿色有余连线 跟民主活水 俊安哥 我再问一次 观众朋友 你有听过新苏联吗 新苏联 有 那什么意思 新苏联就是 新潮流加苏细 加绿色有余连线的连 那是之前的配搭 可是现在就叫做 新潮流跟郑勇 绿活水 这样的组合 六票 那另外四票呢 另外四票就是 没有完全听 绿云賴清德的 两席的英系 就是王世坚跟苏志芬 苏志芬抽到嘛 两票 苏贞昌的苏系 之前都是苏巧慧 这次换帐后路 大弟子嘛 没有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意外抽到的 陈廷飞 所以到这样过来 观众朋友 这时期都清楚了 那以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 赖清德无法让新潮流 原本的三级开出来 这代表新潮流 他的内部控管 已经出了问题 吕林小凤跑票 那为什么 我只跟大家讲 吕林小凤在投票之前 大家就关注他 他是桃源的市议员 他是跟郑文燦 非常交好的市议员 所以他也是郑文燦 能够影响了一票 是不是吕林小凤 故意把这个票 投成废票 以抗议郑文燦被收押 后续我们可以再看 好 但是我们提到了 有两个女士的名字 是赖总统赖主席 最不想听到的 一个就是修宏 第二个就是陈廷飞 2026的陈廷飞 他问鼎台南市长宝座 他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 为什么这次他可以杀出重回 郑国会都让你退出运作 他居然杀进了中常委了 这个事情可以说是 大碟赖清德主席的意料之外 那为什么这样讲 两件事情就是 挡不住的陈廷飞 观众朋友 因为跟大家讲了 陈廷飞是赖清德主席 他不想让他 能够好好的顺利当选中常委 所以郑文燦 连他的派系都给砍了 逐出郑国会 对不对 但问题是 第一个就是有什么 你们有什么恩怨情仇 来观众朋友 我们把他爬出一下 时间拉长 2018年 六年前 当时黄伟哲要选 台南市长的时候 你知道原本陈廷飞也要选吗 也因为他也要选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他常常会讲说 我在台南六个选区 都有后援会 我早就已经启动了 对不对 那当时他要选 为什么他后来 没有代表民进场选 赖清德 他是原本的台南市长 他全力支持黄伟哲 为了不让陈廷飞 能够在2018 当上了台南市长的候选人 他就支持黄伟哲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陈廷飞以及陈廷飞交好的 之前的台南市委的议长 欧米娜郭信良 基本上多有汉格 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当时赖清德还是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有一纸公文 他不是说全面禁烧 他说要减量 我们台北也一样 行天宫现在目前也不能烧禁止 对不对 那你知道台南叫做万神之都 有一千多个庙宇 所以大家都要收金 要收银 结果那一纸公文 让地方的这些公庙所也都很不满 以为以后要完全禁烧 郭信良都跑出来讲 阿贝廷飞 做市长的孙 这大了 过来就很生气 起一 起二 陈廷飞他这次虽然不想让他当选 就是中常委 可是他也不可能介入 没想到陈廷飞 居然在这次中指挥选票当中的时候 他的票数是最高的 第一高票 第二个 他的签运是最好的 他抽到了以后 他还上了中常委 所以这样的中央之下 就要挡不住陈廷飞 第三回都要讲未来事的 刚讲的是过去 那未来2026年 包含现在陈廷飞是中常委 对不对 对 林俊仙也是中常委 对 这是赖清德支持的 王帝宇也是 还有王帝宇也是 是 所以三个都是中常委 对不对 将选台南市长的 都是中常委都在这里了 过去在2019年的时候 观众朋友 这个必须要实证跟大家说 陈廷飞一直会讲这句话 请问2019年 蔡英文总统要连任第二次的时候 谁挑战了他 赖清德 谁挑战了他 赖清德 为什么有初选 他是现任总统还能初选 所以凭什么我们不能初选 所以陈廷飞一直很坚持说 我在台南2026 大家不用怕 一定会初选 可是他是他这样讲 到时候如果中常委跟主席 想说我们还是正招好了 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陈廷飞 他要排除万能 披荆斩棘 一定要当选一席中常委 因为他很怕2026 没有初选 好 这一次民进党全代会出来了 宇轩你怎么看 这一次的中常委选出来的结果 他如何牵动2026 非赖系统里面有谁出现 第一个陈廷飞 再第二个叫谁 张鸿路 张鸿路代表的是谁 苏细嘛 我们再加上一个最重要的是谁 台北市嘛 王世坚 对 你把这三个凑在一起 你会发现一些事情 奇怪 非赖怎么每个人 都跟所谓的市场选举有关系 你想想看一个场面就好了啦 王世坚每天坐在中常委里面 跟这个赖星的大眼邓小伟 跟他匹配的狗 他讲了嘛 我不会当合音天使 他说他不会当合音天使 不合音 那俊选哥反变叫什么 噪音 唱反调 是 他每天跟你唱反调嘛 我都不跟你谁要跟你合音 对 你赖星的唱抖 我就给你唱吕 你唱咪我就给你唱发 每天跟你在那边闹嘛 是 那我请问一下 他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 台北市 应该要进行初选 那就撕裂啦 那就完蛋啦 噢 而且各位 你不要以为常会喔 会什么 要走到表决 我想走到表决很难看 走到表决代表什么 听破话名才会表决 所以是共事决嘛 那有王世坚在 基本上不会有共事嘛 因为赖星的 我就直接讲答案啦 台南市长他想给林青仙嘛 台北市长想给吴思耀嘛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 那请问一下 有陈廷飞在 有王世坚在 那还有办法吗 不要忘了 秘书长叫谁 林又昌 新北市 应该原本是他的喔 你不要以为苏巧会 我不要讲几百次了 我就说苏巧会没有稳拿的啦 赖星的不会给他的嘛 所以好 那这三席全部在里面 那请问一下 三个都要初选 那赖星的怎么搞 所以我补充一下 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 也不是什么巧合啦 既然跟你们看到 那个吕吟小凤那个指印 又大又圆又红 蜜又蜜又把的 你知道那怎么弄出来了吗 你手要去沾印你的不对 然后这样 想进吧 很大力 一字两字三字 才会盖着那样 扫来这一套了 不是意外嘛 他的意思是说 我正系 我没有要 燦系没有要挺你啦 我吕吟小凤就是 给你拍一看嘛 本来苏智芬跟陈廷飞 两个都属于什么 非赖正线耶 本来是一个洪森汉 苏智芬陈廷飞 然后这样怎么算 洪森汉都稳赢啊 这就变成二分之一几率啊 所以陈廷飞敢赌嘛 赌的时候就赢了啊 那我再跟我讲 你不要以为只有 吕吟小凤这个怪事而已啦 这个根本不是巧合 左冠廷原本是第几名 左冠廷原本是中指委 第30名 所以他本来 瘟瘟瘟瘟 瘟瘟瘟就算了 就是说我跟你讲啦 617票 民进党那个东西 不会出乱子的啦 每一票都票票 等值票票都很有价值的 金权政治你没有听过 我不好意思讲太白啦 一票都很重要啦 怎么会说刚好有一票跑掉 跑掉之后 郑国会是不是少一席中指委 少一席中指委之后 是不是中常委最后只剩一席 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我认为说 在这个前年过程狀況下 你要思考一件事情 賴清德是在全代会上 侃侃而谈 他是老大 那蔡英文说我不跟你争 我坐在家里玩猫 就坐在家里玩猫的 包括王定宇 你以为王定宇是什么 王定宇是赖系哦 我看到这种说法 我都不以为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王定宇背后是陈其迈 陈其迈会是赖系 陈其迈还去支援英系的人 他会是赖系 不要乱讲了好不好 王定宇也好 他叫做骑墙派 包括郑国会那个陈茂松 你知道陈茂松讲过什么话吗 教堂哥你还记不记得 他整个胖的哦 不是啦 英台啊 不要吃胸哦 对不 为人家隆 所以你觉得他真的是铁的吗 我的意思说 这种局面对赖新德来讲 是再也难堪不过的局面 而且可以预计到是 到2026之前 绝对都会 乒乒乓乓乓 吵吵闹闹闹的嘛 那这种结果 至于我们现在最伟大的总统 怎么可能是好的结局呢 所以我说赖新德看到这种下场 绝对会气到拍桌嘛 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中常委的选举委员 两个女人会让赖总统赖主席 摔破一地眼镜 一个是陈廷飞 一个是小凤 那讲小凤 他怎么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这个到底是错误 还是刻意为之 外界传言纷纷 我们知道保持中立 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因为突然之间中职委 一位叫小凤的 他是属于新潮流系 但是属于北流 属于郑文燦系统的 那郑文燦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中职委 他在盖票的时候 竟然是盖给自己 那你说这是错误 我是觉得很难解释 照道理 他根据新潮流的指令 应该盖给林一锦 林一锦会三票 会当选 那陈廷飞只有两票 不可能当选 结果呢 他盖给自己 让林一锦少一票 所以林一锦 这个陈廷飞 还有苏志芬 好几个人都同样两票 一起要抽签 哪知道新潮流林一锦 运气不太好 没有抽到 其他人都抽到了 因为四个 要抽三个吧 你错杀了赖总统嫡系的林一锦 林一锦是赖总统的嫡系人马 那现在就比较外面 传言说 这是郑文燦的逆势反扑 因为小凤是郑文燦的人马 所以是在报一件之仇 那也使得这个赖清德 脸上五光 也使新潮流系 整个都扫一席 也使赖清德 在中常会里面 不再一言九鼎 而且赖清德最讨厌的陈廷飞 竟然抽签也抽到了 所以陈廷飞要挑战台南市长 他就不担心 在中常会决议底下 说有赖清德怎么样 专权来提名 因为以前是不办初选 你过去台南高雄 蔡英文都没有办初选 直接由党主席的权位来提名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赖清德最熟悉的台南市长 是他的子弟兵林俊宪 那如果林俊宪委员 这个在初选的时候 很可能会输给陈廷飞 所以台南市长 市长这个宝座 可能就落到陈廷飞手上去 那如果这个谢隆介 很强势的在参选的话 那就有可能 他们派系分类 就让谢隆介捡到了 那对于赖清德来讲 就会雪上加霜 所以赖清德现在心里面 一定非常的不痛快 不只是不痛快 也不痛快陈廷飞 也不痛快郑文燦系统 也不痛快这位小凤 好 杨明我们看到了 赖总统赖主席 这一次千算万算 没算准两位女士的奇席 你怎么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来讲讲我的故乡 吕林小凤议员 大家可能对他不熟悉 因为他是属于很在地的 但是他必须要提他 要讲另外一个人 我讲不只是郑文燦被收押 这一位他的婆婆 叫做吕秋叶 吕林小凤从政是因为他的婆婆 他曾经当过民进党的 桃园县党部主委 很资深的议员 这是去年的新闻 什么原因啊 去年他因为一个 我告诉你 民国85年那个时候的贪污案件 禅宋将近三十年 去年定业 入狱服刑 我跟你讲他婆婆几岁了 去年85岁 现在86岁了 你要去想 如果他今天在民进党奉献了一辈子 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 结果我的婆婆 一个案子打了二十几年官司 居然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判刑定业 被民进党政府关进去了 对 所以他那种窃心 所以不只是郑文采 吕林小凤 我告诉大家 今天很多的这个 尤其新潮流 不知名的干部 出来讲说 哎呀 两年前 他也曾经投错票 所以呢 这次大家都觉得他会投错 拜托 不要把他当笨蛋好不好 如果 吕林小凤 这是第三届 第三届当选中职委了 第三次去投票 还会投错 他是什么 笨蛋吗 白痴吗 而且呢 他居然还用大拇指盖在他的名字上面 这种做法 我跟你讲 这个所有有眼睛的都知道 挑衅意味很明显 我告诉你哦 如果你因为他不小心是盖掉这个 我干嘛还去盖林怡景 我配给林怡景的票 我告诉你 配给林怡景就只有三个人哦 另外两票没事哦 只有一张盖在 手印盖在 吕林小凤上 那就是你嘛 他本来已经配合配票了 但是 最后他觉得让这张票变废票 没错 那这个才是关键 林怡景本来是稳拿三票 稳上的 是 搞到去抽签落选 听说啊 府院高层 昨天晚上都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有高层礼拜六 拳戴会前一天到桃园去顾盘 因为本来灿系因为郑文灿收压 所以呢没有人去主导 是 那时候各派系 蠢蠢欲动都要去挖脚 有没有 哪一个派系去顾盘 当然是总统的派系 我已经派人去顾盘了 你还给我拇指压下去 这一张废票 没错 所以昨天整个新潮流 气氛非常低迷 但是他们决定了定调 这一票就是误投 这件事情不要再谈了 因为难看 连搞 一票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盖错票 是 还有一票在中指委 我告诉你 郑国会有一票 是直接盖错 本来盖章应该是盖正面 他盖到反面 变成废票 搞到卓冠廷落选中指委 他们本来四席中指委 搞到只剩三席 只能剩一席的中常委 所以昨天这一场 他们讲说整个青賴系 我跟你讲 有一个阴系的要角 在他脸书直接写了四个字 他写什么 失误连连 阴系在看你的賴系的好戏 所以我说 昨天这整场戏 最大的输家 就是赖金德 好 我想带我们来看到了 昨天的这一场 前天星期六这一场全代会 那个互动好有戏 没来得更有戏 小英前总统 他说另有事情安排 他没来 他连一句祝福大会圆满成功 都直接省掉了 所以谁对他冷 谁对他热 对于赖总统赖主席来讲 冷暖自知 军阳哥还有报信的观众朋友 讲政治这一题 基本上你要非常敏锐 而且你要在大处放小 在小处放大 那很简单 我们就讲一件事情 蔡英文前主席 前总统 他从2008年 民进党从瓦砾当中 坍塌以后 二十年就算不得了 他开始扛着民进党 一路这样子当党主席 选总统 这么多年以来 蔡英文第一次缺席权代会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今年民进党的党员 怎么没有看到 蔡前主席 蔡前总统怎么没有来呢 我另有要功 另有要事 你这么有要事 你不能来 可是呢 另外一位前总统 必须就来啊 必须就能来 你没时间来 大家就会产生落差说 你是真的想不来 还是真的有事不能来 故意不来吗 大家就会去讲 那蔡英文总统 有po一个脸书 前总统 里面写了八几个字 说这次全代会 我有事情 所以不能来 从头到尾 讲讲 今年的口号什么 大家发现说 那口号跟他以前 当主席的时候不一样了 改了新的口号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口号 是郑文燦帮 这个蔡英文讲的 所以现在改新的口号 其二 他也没有讲到说 预助赖清德主席 带领民进党 没有提到赖清德三个字 这种话 不是应该很 很自然而然说出来的吗 那我们今天 不能帮蔡英文 前总统讲话嘛 他到底是怎么想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就客观式地 告诉大家 第一个 他没有出席 第二个 他的脸书po文说 他有事 第三个脸书po文当中 没有提到赖清德 所以大家就会去 解释是不是有不好 那是不是有不好 不是只有靠这个 我刚刚讲这些 是在整个中常委 中纸委的选举过程当中 看起来 英系跟新系 在互别苗头 看得出来吗 那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新系一直都是三席 上一届也是三席 英系是两席 但这一次呢 英系跟新系 打平的变得2比2 那英系本来 没有那么多席 你只有四席的 还能够选到两位 维翰都跟大家讲 要三席中纸委 才能够选两个中常委 英系只有四个中纸委 也一样选两个中常委 怎么办到 来观众朋友 一个是千韵 一个是挖角 那你要看 在现场当中 这个是黄伟哲的画面 他跟这个赖清德 就鞠躬 这个是黄伟哲 对 旁边还有一个是陈其迈 陈其迈在后面这里 所以陈其迈这次去 他并没有去抢赖清德的风头 但是黄伟哲来看这画面 还有旁边的其他 那个是刚刚翁张良 就是鞠躬 一个是翁张良 每一个这个县市长 还有这些中纸委 中常委 看起来对赖清德 都非常的恭敬 但没想到这只是开场 因为最后投下去 中常委的时候 新潮流就完又过去了 因为你要知道 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眼睁睁在盯 赖清德的这个时代到了 赖清德主席 赖清德总统 大家有没有很支持他 那观众朋友 这个东西有一说一 我倒不认为说 偷看一下手机 就是对赖清德不屑 但是黄伟哲在看手机的状况 实际上就别人没在看 对不对 所以黄伟哲在看手机的 这个照片就被大家解决说 你是不是对赖清德有意见 赖清德在讲话的时候 你居然在看手机 这是这张照片 好观众朋友 那因为整个过程当中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英系其实只有四席的中 中职委 那观众朋友要三席 才有一个中常委 可是英系最后来你看 来观众朋友你看这里 英系最后是不是两席 一个王世坚一个苏志芬 哪多了两票 多了两票 你怎么 你只有四席中职委 怎么可能选到两个 第一个王世坚先选上 可是苏志芬 他应该走一席的状况之下 请观众朋友注意看 郑光丰这一票 可能跳来苏志芬这边 他就变成两票了 永延会的这一票 永延会也只需要三席 投给王定宇 所以王定宇问得上了吗 但永延会有四席的 状况之下的时候 郑光丰如果真的 投给了苏志芬 那我就问 刚刚出现的陈其迈 郑光丰是高雄市议员 他是陈其迈 可以直接指挥的人 他是属于跟陈其迈交 那陈其迈跟谁好 他跟蔡英文好 所以他讲说 英系能够挖到 郑光丰这一席 代表说 他有能力挖票 那刚刚前面 我们在跟大家讲 新潮流自己少算了 屡林小凤一票 所以当新潮流掉票 而英系能够多票 中央之下的时候 就一来一往 彼此消长 第二阶段 虽然只有两票 苏志芬去抽的时候 跟陈其迈一样 运气好 所以又抽上了 所以这种中央之下的时候 英系他一样有两席 那你就看到了 就像个 这里新潮流是 林俊仙跟邱志伟 英系也是王世杰跟苏志芬 那原本新系在中常委当中 三席最大势力的那一个 他的领先的优势就没有了 因为他跟英系 对 也就2比2了 所以各位朋友 大家会去看 整个过程当中 现在看起来 英系虽然不至于 跟赖清德对着干 但是他们也没有到 水舞交融的程度 没有来嘛 第二个 我刚刚讲陈廷飞 对不对 就要个来 一个场景 当陈廷飞抽起来 那个3号的时候 他就当选了 对不对 现场陈廷飞太高兴了 对不对 他要过生日 你知道在台下 跟着站起来 鼓掌的人是谁吗 是王世坚跟黄成果啊 为什么 那黄成果对英系嘛 所以英系乐见 对赖清德 风沙的陈廷飞 居然能闯进中常会嘛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六席的青赖系 还有另外四席的飞赖系 两个英系 还有飞系陈廷飞 以及这个就是苏系的张鸿路 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 大家就会去关注 那以后会怎么样呢 因为王世坚 他这个倒炮型的 这个干了三十年的政治务 第一次闯进中常委 他都进到了这个 这个中常会当中的时候 他以前是没有派系的 他早期是福利国 谢长廷系统的 可是现在呢 他都说我是什么 他都说 我是奸细 一个人的 王世坚的奸细 但是奸细 因为跟黄成果交好的关系 黄成果之前是中常委 这些不是的 可是由王世坚取代进来 王世坚 苏志芬 张鸿路 以及陈廷飞 这四个 非赖系在中常会当中 也形成了另外一股 跟党主席赖信德 可能意见不同 路线不同的另外一股势力 好 红威 所以刚刚韦翰一路讲下来 就这么关键一票 外界就解读说 哇 赖系破防 那大家下一步要问的就是 那从今而后 赖主席 赖总统 在民进党内 还能一言九鼎吗 刚才伟翰就讲了 就是当陈廷飞出现的时候 竟然台下在帮他拍掌 叫好的 竟然是英系的两位 这个黄成果跟王世坚 我觉得这就正好印证了 所谓的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所以也就是说 本来陈廷飞跟英系 其实是不搭嘎的 但是这一次 因为整个的大信赖联盟 来势汹汹 而且势在必得 也使得在属于 并不属于大信赖联盟的 他们异常地出现了 一个团结的状况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 可以有几个现象 可以去观察的 第一个 就如同刚才所说的 这个吕林小凤 因为她的所谓的 投错票 废票 那个实在是 这个操作的痕迹 实在是太明显了 那个可以叫做投错票吗 这个就是堵烂票 就是我今天就故意 把你投成这个样子 让你呢 就是新潮流的这个席次 不如你原来的预期 可以拿到七席 所以就说 我要告诉赖总统 有人照反了 就是直接的在选票上 要给你看 这个是一个 这个相当的警讯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即便英系呢 包含蔡英文 自己本身没有出席 而且呢 大家也觉得 郑文灿这一次的入狱呢 是赖清德朝着英系而来 即使如此英系的 她的整个的中常委的人数 人数呢 是跟这个新潮流啊 其实是打得平分秋色 所以这一点就代表着说 当赖清德认为说 现在府院党定于一尊 而且呢 她觉得她已经可以 召集到其他的 比如勇言会啊 民主活水啊 或者是政国会 都沉浮在所谓的 大信赖联盟之下 可是仍然有一些派系 而且呢 是值得非常观察的 比如说是英系 还有一个是苏系 有没有看到 苏系也并不属于 你大信赖联盟 所以这一点 其实充分地显示出 在这次全代会里面 大家仍然是耳鱼我炸 最后我要讲一下 就是我看到赖清德 在全代会高喊说 民进党要团结团结再团结 这个我们国民党 是非常有经验的 因为当你要高喊 团结团结再团结的时候 通常都不是那么团结的时候 才要高喊口号 是 杨明你怎么看 首先我要奉劝 这个我们的坚哥 不要叫自己是奸戏 不好听啊 奸戏不好听啊 只有你想得到 就像比如说你说 像陈廷飞 有人把它叫飞戏 也不好听啊 非死不可那个飞戏不好听啊 都讲可以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那当然这一次民进党派系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这十席叫做票选中常委 在民进党的权力结构 除了这十席之外 还有七席的当然中常委 来我算给大家看 现在七席哪七席 赖清德一席 这一席我们就把它放旁边 剩下还有六席 三席两席直辖市长 陈其迈 黄伟哲 再来县市长共推翁张良 来注意哦 这三席哪一个是赖清德的人 都不是 都是小英的 陈其迈是英系 黄伟哲至少他不是赖清德 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 有学生问赖清德说 台南的什么光电B案很多 然后这时候赖清德说 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我们黄伟哲在民进党内 是哪一个团体 推他出来党 跟赖清德不一样的啦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赖清德是把黄伟哲推到旁边去哦 然后再来 这个翁张 英系 陈其迈 英系 黄伟哲不是他们 所以三个县市长都不是 党团 柯总招算他的 柯总招都是主席说了算 吴思瑶 赖清德的 庄瑞雄 英系 所以这时候来 麻烦来了 六席当然中常委 四席不是你赖的 两个差 两席的差距 刚好跟票选颠倒 所以是平手 同登同分耶 所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难看的原因 为什么选出来这个结果 这个高层会很难看 因为最后 在这个中常会的结构里面 赖清德都要扮演那个关键角色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搞到表决 很抱歉 党内的破口就在这边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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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